開心與印度總理莫迪握手合影 紅海董事長劉揚偉 趁著參加印度半導體展機會 再度與莫迪見面 傳出紅海打算在印度加碼投資 紅海在泰米納德邦簽署初步協議 投資1.94億美元 超過台幣60億要蓋零組建工廠 外媒更加碼報導 說紅海打算在印度南部卡納塔克邦 投資5億美元 相當於台幣157億打造兩座新廠 其中一座就是蘋果iPhone組裝廠 要藉此讓生產體系逐步撤出中國 但紅海子公司工業複聯緊急澄清 說公司沒簽訂任何投資協議 劉揚偉強調對印度半導體發展 還是有信心 但不到一個月前才傳出紅海 原先打算跟印度金屬採礦集團 合資蓋晶圓廠最後卻破局 如今再傳新的建廠計畫 也突顯紅海前進印度的野心不受影響 金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